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今年春节 山东省林仪市蓝山分局 却接到了一个大的案子 死者的脖子上绕着一根电脑的电源线 经过对比 正是死者家里电脑上的电源线 如果案情仅仅停留在这里 这或许还是一件比较普通的入室杀人 可是现场的几个细节 就让行政人员意识到 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许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首先引起警方注意的是 现场散落的一些酒瓶碎片 开始警方判断 那可能是死者和犯罪嫌疑人 在房间里搏斗的时候 失手打碎了酒瓶 可在勘察之后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因为死者的头上有一道伤口 正是酒瓶击打所致 一般的人入室行凶的话 唯恐弄出大的动静 引来旁边邻居的注意 又怎么会选择用酒瓶来击打死者呢 如果说酒瓶的碎片 只是证明了这起案件 并不是普通的入室行凶案件 那么接下来的几个细节 则让案子变得越来越离奇了 像包里的钱还有那些坑什么都在 还有些视频 黄金视频 手链什么的 现场翻动不明显 现场的财物什么的都没有 入室行凶却不为钱 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 就剩下了寥寥可熟的几个了 我们就会 就可能清晨 凑晨 但是呢 作为窄点来说呢 我们也需要证据的证据 而在勘察现场的时候 警方发现呢 死者房间的门窗 都是完好无损的 并没有强行破坏进入的痕迹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很可能 是死者认识的人干的 让我们把信息整理一下 大年三十的晚上 死者的熟人登门入室 不为钱不为力 只为行凶杀人 真是听起来让人是后背发凉啊 您说这里多大的仇恨呢 还是赶紧把死者的家属叫来问一问 而死者的家属 在报完警之后呢 其实一直是在门外等着 亲姐妹在大年夜遭自横祸 他们的心里边真是接触不了 警察安抚了死者家属的情绪之后 立刻开始了解情况 例如死者平时有没有和别的人结过仇等等 没想到家人一听到这个就哭开了 据了解呢 死者家里兄弟姐妹四个 死者刘霞排好老三 结过一次婚已经离异了 家人说别说结仇了 刘霞的性格好 那是出了名的 在刘霞的家人看来呢 刘霞性格好朋友多 这就能够证明刘霞不是因为仇杀而丧命的 但是在警方看来呢 却不一定 朋友之间因为一些事情而反目成仇的例子 他们见的太多了 在没有缺缺的证据之前 我们也会得想 一切他此前 所解决的人都有可能是无缺的 这个时候刑事人员在现场 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在刘霞遗体下方的地板上 有少量已经干涸的血迹 经过DNA检测 这些血迹并非都属于刘霞 同时呢 刑事人员还发现了一些不属于刘霞的指纹 当DNA和指纹被发现的时候呢 现场的民警精神位置一震 因为如果凶手有过犯罪前科 那么信息库里一定会有相关的信息 但是一番比对下来 警方却惊讶地发现 数据库里找不到任何信息吻合的人 虽然不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信息 但是通过DNA检测 警方已经得到了一些关键的信息 通过一些专心的检查 我们确定是一个男性 男性 熟人 可能和刘霞有矛盾 你说这几点呢 刘霞人脑海中立刻出现了一个人 谁呢 就是刘霞的前夫 两个人2006年结了婚 可是就在几年前呢 刘霞的前夫 因为犯盗窃罪被判入狱 2014年的年初 刘霞和还在监狱服刑的丈夫 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会不会是前夫怨恨刘霞 没等他出狱呢 民警立刻联系到了 收监刘霞前夫的监狱管理部门 可是一番合适之后 得到的消息却是 刘霞前夫一直没有出狱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刘霞的家里 而这个时候 法医关于刘霞死亡时间的报告也出来了 这个关键的信息 让案情有了一些美容 发现是18号 应该是15号 警方立刻调取了2月15号当天 刘霞锁住大楼的监控视频 2月15号晚上的19点53分 刘霞走进了住所的电梯 不到一分钟之后 电梯升到了刘霞所住的23层 他走出电梯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为止 刘霞还是安全的 警方继续排查监控 重点放在了和刘霞年龄相仿的男子身上 在一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21点52分 一名男子吸引了侦察员的目光 这名男子直奔刘霞所在的23楼 同样是下电梯左转 很有可能就是冲着刘霞住所而去 而两个小时之后 男子再次出现到了监控视频中 神色慌张地乘坐电梯离开 而在此后的电梯监控里 这名男子没有再出现过 情况分析 男子离开的时候 刘霞很可能已经遇害 因为他离开的时间 和法医在尸检之后 推测刘霞的死亡时间很接近 那么这名男子也就成为了案件最大的嫌疑人 想到熟人作案的可能 警方叫来了刘家仁 看看他们是不是认识视频中的男子 刘家仁一看男子的脸 就禁不住大喊 这不是王斌吗 那么这个王斌又是什么人呢 神秘男子竟是死者深爱之人 他之前交的男朋友 条件优越 为何家人却全力反对这段恋情 案发之后 高副帅男友为何难逆踪影 在过水系统没有一个脚冒命的人 高副帅男友的心机 拍案正在播出 山东省林仪市的刘霞 在家中被人残忍勒死 警方从现场的种种迹象推断 这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而在调取了刘霞死亡之前的 电梯监控之后 一名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因为他进入和离开大楼的时间 和法医判断刘霞的死亡时间 基本吻合 而刘家仁看到这个人之后 却感到寒毛之数 原来这个时候 警方也只是把王斌当作嫌疑人 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这事就是王斌干的 他就想到刘家仁一看到王斌 就要是一口击中 一口咬定 这事肯定就是王斌干的 我们这到底有什么事 原来刘霞跟王斌呢 是在微信上认识的 这不知根不知底的 让刘霞的家人都感到不太靠谱 而最让他们心里打鼓的 是这个王斌的条件 那简直有点好过头了 这就奇奇怪了 刘霞能找到这么好的对象 按说家里人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怎么他们还在这心里边打鼓呢 原来刘家仁正是觉得 这个小伙子的条件太好了 那凭什么会看上刘霞呢 家人的担心也不是不无道理 你想啊 这金龟絮哪是那么好调的呢 刘霞岁数也不小了 别到时候金龟絮没调着 又浪费了自己宝贵的几年时间 但这事刘霞他不愿意 好不容易得着个宝 现在你让他撒手 他不甘心 家人也没办法 只能是勉强同意了 可是慢慢地呢 刘霞家人就发现 这个金龟絮这含金量 似乎有点掺甲 说第一句话 我们拍到他是一个东北人 主要的对角人 不是说那个王斌听 王斌第一件让刘霞感到怀疑的事情 就是他的口音 如果说是因为外出多年 口音变了 那倒也说得过去 关键是好多的方言 这王斌根本就听不懂 听到这些情况 王斌的嫌疑似乎越来越大 他就可能是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十有八九啊 都是没干过什么好事的人 想到这儿呢 林警立刻联系了 王斌所在的工作单位 林仪是国税局 进行身份核实 可是反馈回来的结果 却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把所有的人员也都活留了一些 在国税系统 没有一个叫王斌的人 警方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 林仪的户口资料中 倒是有几个叫王斌的人 可是呢 没有一个是刘霞的这个男朋友 也就是说啊 王斌很有可能是一个假名 而这个时候呢 王斌的电话已经完全打不通了 这个人失踪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啊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刘霞的死 恐怕的确和这名神秘失踪的王斌 有着千丝万别的联系 而这个时候呢 想要找到王斌 却是男上嫁人 这个神秘的王斌 从出现了一颗起 就一直在撒谎 身份 年龄 籍贯 工作 甚至名字 全都是假的 对了啊 这王斌呢 不是一直开着一辆宝马车吗 找到这辆车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人了呢 侦察员立刻调取了 刘霞所住的小区 以及周边道路的监控视频 果然发现了白色宝马车的踪迹 监控中呢 车牌清晰可见 如此一来啊 只要追踪行车的轨迹 那么王斌的去向 也就明白了 可是很快啊 又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摆在了侦察员面前 这个车牌是假的 车牌都是假的 这王斌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的 隐瞒自己的身份呢 侦察员找到了刘家人 希望他们能够 想起更多关于 这个王斌的信息 看看他有没有 无意间漏过什么破绽 果然 刘霞的妹妹 想起了一件事情 据刘霞的妹妹说 几个月之前呢 姐姐刘霞神秘兮兮的 送给了她一件大衣 随后却打了电话说 在大衣的兜里 有一张纸条 让她一定要好好地保管 我跟她看完戏 我说我 但是你千万放心吧 我没看 也没仔细看 也没看 就是她跌了数秒 就是弄了数秒 直接放到我的钱包里 她洗衣服 给她弄湿了 几个月以来 这张纸条 就一直都在 刘霞妹妹的钱包里塞着呢 这个时候她赶紧 把纸条套了出来 递给侦察员 侦察员拿过来一看 上面是一串数字 可是这串数字 代表的意义 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经常接触 发现这串数字 手心非常好 侦察员立刻在户籍网上 查询了这串身份证号码 结果显示 这串身份证号码 属于一个叫吴凡的人 而吴凡的户籍照片 让侦察员眼前一亮 当时在侦察员一看 有点过来一看 说来救他 劝劝说 汪名就是污摩 户籍信息显示 吴凡所在地 是山东省围房市 难道吴凡 就是刘侠的那个 化名王斌的男友吗 见到这个人 不就是见了分晓了吗 几个小时之后 中安组的侦察员 来到了距离 林仪市 230多公里的围房 吴凡的老家 就在围房的一个村子里 侦察员首先找到了村干部 希望了解一下 吴凡的信息 据了解 吴凡的常年在外地打工 而工作的城市正是淋漪 村干部提供的另外一个讯息 更让侦察员感到一阵兴奋 这位干部 还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就是翻译 吴姆没有回家过年 常年在林仪打工 还没回家过年 这下的信息都对上了 侦察员立刻返回了林仪 在一家酒店里堵到了吴凡 不管他是人是鬼 这回都必须让他现出原形 面对警察质询 他为何神色如常 没有看出见到公安人员 能不能提醒 一夜之间 他为何出现在千里之外 在这个田园 没了一个什么 才是鬼灵印 卸下伪装的白马王子 到底是何身份 高富帅男友的心机 拍案正在播出 刘霞临死前交给妹妹的这张纸条 记录了一个名叫吴凡的男子的身份之号 侦察员经过调查 认为王斌很可能是吴凡的化名 当即赶回了林仪 在一家酒店里发现了吴凡的踪迹 侦察员立刻对吴凡进行了质询 可是让侦察员感到惊讶的是 吴凡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 而是一胡寻常的平静 他很正常 没有看出见到公安人员那种紧张 按说如果杀了人 就算心理素质再好 看见警察找到门来了 那心里边也会有一点紧张 可是再看这个吴凡 神色如常 对侦察员的提问是有问必答 可是吴凡回答的话 刚一出口 侦察员心里边就咯噔一下 这吴凡根本不是东北口音 这下的事情是一顿套 口音这个东西 可不是随便就能掩饰过去了 这吴凡不但没有一点东北口音 而且他也压根没什么宝马车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务员 更要命的是 事发当天晚上 人家吴凡有着可靠的 不在场的证据 正当侦察员范南的时候 吴凡扫到了侦察员手中的照片 随口说了一句 这个人我认识 这不是王斌吗 我认识王斌 是原来我在舆论城上班的时候 一个客户 三十多一点 听得像有点东北口音 我们两个人长得非常像 吴凡说 他和王斌两个人不但相貌相仿 连身高体型都很接近 据吴凡的同事说 这冷不定一看 两个人就跟哥俩似的 所以奇怪的是 刘霞根本不认识吴凡 那么为什么会在一张纸条上 写下了吴凡的身份名号呢 这个时候呢 跟他人突然信息一动 在网上调查了吴凡近期 乘坐交通工具的出行记录 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吴凡的身份证呢 在这个天云 买了一个这个车票 回林仪 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王斌 偷了吴凡的身份证 可是既然他自投罗网 又回到了林仪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侦察员通过监控 确定了王斌 回到林仪之后的轨迹 这个神秘的男子 终于露出了马脚 这就是那个神秘的王斌 其实呢他根本不叫王斌 当然也不是山东林仪人 这个人真名胡杨 黑龙江省古林市人 之前我们猜的也没错 这个人呢 在老家就有暗敌 按照胡杨自己的交代 他两年前 在老家欠下了四十万的巨款 因为无力偿还 就一个人呢 从老家跑到了林仪市 为了隐藏 他给自己变了一套假身份 你看这胡杨虽然是一个通缉犯 但是呢 也只是在经济方面犯了事 并不是那种身背命案 杀人不眨眼的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害刘霞 再说这个胡杨在网上还挂了名呢 这好不容易在林仪隐性埋名地藏着 按说应该得低调一点 怎么还敢动手杀人呢 这事还要从胡杨跟刘霞的认识 开始说起 原来胡杨来林仪不久 就把出逃时带的钱花得差不多了 可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胡杨 不甘心紧巴巴地过日子 于是呢 他又打起了歪主意 抓住了一些年龄大的 人的这个心里的一些弱点 他就把自己的打扮成一种 一个高富帅的形象 即使呢 他开的那个宝马车 根本就不是他的 而是租来的 他的目的就是伪装成高富帅 诈骗大龄的女性 不久 他的猎物就出现了 离婚之后 独自生活的刘霞 胡杨说 刚见面的时候 刘霞就对他颇有好感 他告诉刘霞 自己没有结过婚 父亲在市里面有工厂 资产十分可观 之后呢 就经常开着宝马 接送刘霞上下班 还送贵重的礼物给他 标准的高富帅做派 这让刘霞倾心不已 可是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胡杨逐渐露出了獠牙 那么是不是两个人 因为债务问题 发生了矛盾 导致胡杨杀害了刘霞呢 可是胡杨说 刘霞对他高富帅的身份 那是深信不疑 更别提热恋的时候 刘霞言听计从的那个样子 总之这个钱的事 刘霞呢 根本就没怀疑过 可是一次偶然的事呢 却让刘霞对胡杨 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原来啊 这胡杨偷走了 吴凡的身份证和驾驶证 平时呢就一直小心翼翼地藏着 可还是不小心让刘霞看见了 当时呢 胡杨只是说 吴凡是他的表弟 因为托他找工作 才把证件放在他这儿的 刘霞当时倒也没说什么 但是呢 从这之后 刘霞对胡杨的态度 就急转直下了 因为对胡杨的身份产生怀疑 刘霞开始频频地催着他还钱 而胡杨向来是灰金如土 借来的五十万 挥霍的只剩下十五万了 拿什么还呢 胡杨只能是一拖再拖 可刘霞却越来越没有耐心了 本来百依百顺的刘霞突然翻脸 胡杨不由得有点恼羞成目 可是这个时候他更害怕的是 刘霞选择报案 一旦报案 他曾经的案底就暴露了出来 那么也必然会面临法律的制裁 事发当天晚上 胡杨来到了刘霞的家里 说要面谈 趁刘霞不备 拔下了电脑的电源线 向刘霞伸出了黑手 随后逃往天津 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白天我就出来 上那些刘的刘荡营 找个比较偏僻地方坐的 像公园那样的地方坐的 坐一小天 大概到网上就上西域 在天津待了几天之后 胡杨伸了钱已经所剩无忌 于是通过在林仪认识的几个熟人 打听这边的消息 庞乔特级的问过 昨天期间发生过什么大事 也没人说要告诉他 说是发生过的 杀人案 他认为平安无事 可能有的朋友会奇怪了 你说这个胡杨他都外逃了 为什么还要回林仪呢 其实这事说来话就长了 因为被胡杨骗了的人 不止一个 起码还有三个呢 胡杨陆陆续续的 从这三个人手里骗了二十多万 所以说胡杨就是指着骗女性的钱 支持自己的开销 不回林仪 她还能上哪呢 大伙还记得抓捕胡杨的时候 屋子里的那个女孩吗 那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会儿人家女孩正后趴着呢 这姑娘还算是幸运的 在胡杨露出真面目之前 就被警察给抓捕归案了 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是不幸的刘霞 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都说女人是为爱而活着 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 一旦觉得得到了爱情 就会掏心掏肺地对人家好 希望呢也能换来一片真心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换来的却是胡杨满满的恶意 要说这个世界上 还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如果有人突然之间对你特别好 希望各位啊 还是多留一个心眼吧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夜归女子离奇失踪 是负气出走 还是遭遇不测 他交代说是 我把李某送到家 监控存储硬盘被盗 是巧合 还是有人别有用心 小区门口这个监控像 这个探头啊 还有那个移动硬盘呢 还有这个硬盘录像机 丢了 女子失踪 谁嫌疑最大 妻子去哪儿了 哎呀 明晚不出